让我们的生活在带领群众之前 我们先单独面对神 被神带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用离析米记 进行我们的灵修 愿主用祂的话语带领我们 每一次灵修的时候 都有从神来的领受 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离析米记第二章 十一到十六节 来思考一下 来看看神在离析米的一生中 继续有什么新的发展 昨天我们讲到了 神就派出军兵护送离析米 要回到祂的祖先坟墓那里 就是耶路撒冷城了 那么第十一节开始呢 就讲到离析米到达了 他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边住了三天 离析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天 于是开始了以下的活动 什么活动呢 他说我夜间起来 只有一个人晚上起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 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出去视察耶路撒冷城 那经文的记载给我们看见 他的视察过程 那这些不同的地名 不同的城门 不同的水泉的名字等等 那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城 不同地方的名称 不管这些地方细节在哪里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 离析米围绕着耶路撒冷城去视察 然后他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真的 耶路撒冷城 城墙毁坏 城门被火焚烧 当时的耶路撒冷城 的城门是不止一个的 但是城门被火焚烧 古代的城是一个保护 若城门被烧了 就没有城门了 城墙被拆了 那整个城都失去了保护了 离析米晚上做了这件事之后 就发现事态真的 如同几个月前 他的同乡回来告诉他的那个样子 城门的确毁坏 城墙的确没有了 在这样的一个苦境之中 离析米晚上的视察 使得他真实面对这个苦境 在这段经文的最后 离析米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往哪里去 我做什么事 我都没有告诉人 没有告诉他们的平民 没有告诉他们的祭司 没有告诉他们的贵奏 没有告诉他们的官长 也没有告诉其余做工的人 换句话说 离析米单独一个人在晚上去视察城门 有时候我们会想 离析米肯定是一个公众人物是吗 他是国王面前很重要的九政之臣 肯定这样子的臣子不止整天见到国王 见到王后 也会跟国王其他的众臣见面的嘛 那这一位公众人物 为什么晚上单独一个人去视察呢 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一个公众人物 他更需要单独来面对神 在以前的经文我们已经看见了 他常常磨蹈 常常进食祷告 这些都是一个人要面对神 单独面对神 使得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旨意 能够快快明白 清楚地得到 离析米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领袖 他不止公众出现 带领百姓建造城墙 他也单独地面对这位天上的神 求主恩待你 不管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岗位 担任什么样的职份 公众的也好 隐私的也好 我们都需要这样单独面对神的时间 离析米在那个时候因为这样 于是单独面对神 所带来的感动和能力 才能够使他下面的经文中 所出现的面对公众 他怎么来带领 求主引导我们今天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 在带领群众之前 我们先单独面对神 被神带领 我们才可能成为群众的领袖 愿主祝福你 让我们今天有一个 单独面对神的时刻 每一天都有 单独面对神的时刻 阿们 一天都会有个人 一天都会有什么样的 对神的时刻 一天都会有什么样的 对神的时刻 有点